大家好,我是马丁 今天的影片我要尝试铸造一根银条 我所使用的石墨模具大概能够装20公克的白银 我先将之前电解的白银颗粒拿出来大概22公克左右 然后将它们转移到准备好的干锅 石墨模具就放在旁边 先将小的喷枪打开对准石墨模具 把石墨模具加热 石墨模具的温度如果不够 在焦注下去的瞬间 融化的白银液体就会瞬间凝固 接着再打开黄罐瓦斯盆枪 对着白银颗粒直接断烧 再打开黄罐瓦斯盆枪 绝对着白银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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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到白银颗粒完全液化了之后 立刻将它们导入模具最大的凹槽中 可惜的是 因为模具的温度不够 在倒下去的瞬间白银全部都凝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决定明天再拿这块银疙瘩 重新烧一遍再浇住一条新的银条 这次我直接把干锅放在隔热砖上 模具立起来放置在干锅后面 这样可以在溶解白银的时候顺便帮模具加热 由于最近的天气很冷因此加热比上一次花了更多的时间 然后再放置一遍 再放置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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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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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次的银条形状相当完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银条上面有两团白色雾状的斑点 有可能是因为银的纯度不够 或者是银在冷却的时候出现了氧化雾而造成的 至于具体的原因还要再研究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